在水域生態系內 以單細胞藻類為生產證的食物網 它畫出來的生物量 竟然是導力 那其實我覺得很怪 因為這個有 我覺得它講下去 會覺得它很像是那個 實驗操作收集資料上面的一種 疏漏或者是謬誤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你想想看為什麼要強調單細胞藻類呢 那如果動物來吃這個單細胞藻類 它不大可能是一口一口的啃這個單細胞藻類 它可能整個都吃進去 所以它把你撈起來乘重 它撈不到你 因為你已經整顆被吃進去 你的重量會原封不動的進到它的體重 懂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它再加上它自己的重量 然後另外的話 有些單細胞藻類死掉了 它就碎了就破了就爛了 它就沒辦法被撈起來乘重 這樣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有很多複雜的原因 反正人家研究出來 就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你也不好去質疑它什麼 所以我們就變成要稍微讓大家記一下 這個生物量塔很怪 理論上它應該跟能量塔一樣沒有例外才對 而是基於我剛剛講的原因 例如說你是整顆被吃掉 沒有被吃掉的原因會碎掉或破掉 不容易撈起來乘重 所以它研究出來的結果 在屬於生產系內 不行了吧 在屬於生產系內 你看細胞藻類會有生產者的食物臉 或者是食物網 煙荷煙荷煙荷 好 再來就這樣子囉 我看觀看 你的目標 感谢观看